极端气候有多严重呢 联合国在今天公布最新气候变迁报告 就说地球暖化比原先所预期的还要严重 那么最明显也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气温的上升 今年这个夏天除了美国之外 包括希腊、土耳其、西班牙等几个欧洲东南部国家 都因为过于干燥炎热爆发大规模的森林野火 那么已经连烧6天的希腊艾维尔亚岛 目前火势还是没有办法控制 那么相关单位安排渡轮待命 以便随时可以把民众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那么从7月底就已经爆发野火的土耳其 他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那么大火在十多天内已经延烧过全国超过一半的省份 还有西班牙一样也是大火 延烧了非常多天 有将近200个人被迫逃离 那么这样的一个干燥高温所引发的大火 从美国、加拿大一直到整个欧洲都有带领之急 火焰不断从路边草丛窜出 感觉好像就快要烧到这个正在行走中的老太太 她跟消防人员比手画脚不知说些什么 橘色火光不停在他们周围跳动令人触目惊心 已经连烧六天的希腊火势依然没有受到控制 除了第二大岛艾维亚 古代奥林匹亚移植所在的波罗奔尼萨半岛地区 和雅典北部郊区都发生森林烟火 总共约有50多个火场 让消防人员贫于文明 由于烟火蔓延迅速 光是艾维亚岛北部 也有数千起原始森林被火蛇吞噬 数十座村庄的村民被迫撤离 希腊当局除了安排渡轮 随时待命 连日来也已经多次派出渡轮 分批把民众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邻国土耳其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自7月底爆发野火的土耳其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强风加上气候干燥 十多天来 全国81个省份 有44省都难逃注容 地中海和爱琴海 多个度假圣地都笼罩在烟城中 部分旅馆一度还要进行疏散 让已经在疫情中受创的旅游业再度受挫 大火同样延烧多日的西班牙瓦伦西亚 有将近200人被迫逃离 目前消防人员仍在跟恶火奋战中 华日新闻综合报道 这野火